李慧琼議員 黃毓民議員企圖削減這些資源,從而妨礙香港青年回內地實習和交流 實際上只會妨礙香港青年認識國家,令他們和祖國產生疏離感,這樣對青年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去年的佔中事件,我們大家都看到,香港部分年輕人錯誤理解基本法,對國家和民族的情感如此薄弱 有些青年人甚至有港獨分離國家的意識,這種刻意令青年人只懂認同香港或者本土完全否定內地甚至醜化內地各樣的事情等等的行為令我非常擔心 會感染部分青年是更加自我更加封閉和視野更加狹窄,這些都是令人十分遺憾的事 嚴少青年是想認識內地的社會發展,如果有議員硬要阻礙青年人認識祖國 只會將香港推向祖國,令他們的視野更加窄,局限了他們的發展機會 我們有部分反對派議員以企圖削減青年內地交流資源,他們的想法和世界趨勢背道而馳 這個我認為都是一些井底之蛙的想法,如果阻止青年人回內地,接觸內地,我只會很感慨地說一句,其實你們是在拖累青年人,是有心靠害 很多反對派議員總是說,回內地交流就是洗腦,剛才陳家洛議員都說,有政治目的,特區政府就不應該只是資助內地交流 我請各位議員,我們經常都要求政府要開放思維,我都請大家自己都要開放思維 為什麼到國內交流就是洗腦,去海外交流就是體驗 為什麼要開放思維,我都要開放思維